一部小說在台灣林老師翻是第一個翻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重要性跟一個 那尤其是老師他翻這部書花了這麼多時間 而且我覺得最讓我感動的是 我真的去細細讀的時候 它沒有一個字是馬虎的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嚴謹的去考據 然後去把這樣的一個字翻出來 那當然我們要再去呈現這個東西 就會發覺說你一定要帶到 把這本書帶出來 那把這套書翻譯的書帶出來的時候 你就發覺你要用什麼方式呈現 我們能夠有的就是找到日本大和會的一些畫片 但是它畢竟54帖當中 它總共只有十幾張而已 完全不全 所以那這麼多的東西我要怎麼樣子來呈現 最後我們也能夠想到就是用動畫 我也上網去看過日本所有 有關於原式物語的動畫 完全都是現在漫畫的表現手法 因為事實上日本現在的年輕人也都看原式物語也看不懂 它其實事實上叫做古日文 跟我們所說的中國的文言文的那種還不太一樣 就像文言文文我們有過一點點出淺的訓練 我們其實大概都還勉強看得懂 但是它的古日文就為什麼會像古其潤一郎 他花了三十年的時間就是要三度的去翻譯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老師他在翻譯這個的時候 他用了七個版本 他一句話他同時參考七個版本 包括兩個是古文的 兩本是英文版的 所以他同時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去翻譯 那你怎麼能夠不提呢 所以我們後來在呈現的時候我們就發覺說 我沒有辦法像日本一樣 是用這種漫畫式的這種像吸引年輕人的方式來呈現 我覺得要還是要把當年的那種平安朝時代的那個 所以我們是以大和會為一個基本的原型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去全部重畫 所以我們這部這個動畫 大家看可能就是兩個片段 但是前前後後大概也花了快一年的時間 慢慢細細的畫 把它的通調抓出來 謝謝你也喜歡 然後我想這個 尤其是後第二段 我們是希望說有點像中國卷軸化卷的方式 把它的徐徐展開 一邊走劇情一邊往前發展的方式來做一個呈現 謝謝導演 謝謝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留給這位先生 謝謝 我嘗試用這個國藝文 謝謝 這紀錄片 看來我看來不像是傳記片 看來就像是用電音語言寫的一篇散文 我的問題是你剛才說你花了三年時間來拍這片子 我看來就像你花了更多的時間來讀他的作品 我的問題是 這不是你刻意的用這種方式對他致敬呢 還是這是你本來的一種風格 如果你拍的不是它是另外一個可能是詩人 你也會把你的電影拍得像一首詩人一樣 是不是你的詩人的一種比較個人的選擇 還是你一貫的電影的風格呢 我見到電影裡面很多很主觀的一些形象 就像好像你跟他熟了 你進入的他的心裡一樣 有很多進度的畫 就像從這個客觀的做到這個主觀的一種角度 我說的比較雞力泊泊所以很理解 對電影很有了解 我大概懂您的意思 我想就像您說的沒有錯 我可以有我自己的主觀 因為像這樣子的一種片子 你很難給他定一個定位 他到底是紀錄片呢 他顯然不是劇情片 但是他又不太是像全然的紀錄片 他稍微有一點點像Docufiction這樣子的一種片子 或許我們就叫他文學電影吧 那當然我們試圖把他拉高到是一種電影的規格 稍微有加上一點導演自己比較寫意的一些手法 那當然我會用這樣的手法 當然也是看了老師的文字 看了接觸到老師的人 但是也像剛剛說的 我也要另外相對的也把他內心比較堅毅的那一面 也要做一個相當的長線 所以事實上有一些部分就必須要用一些設計一些畫面來講話 那當然就是說在這過程當中的選文也會非常的重要 怎麼樣子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敘述的這種動線當中 能夠就是人跟文字能夠相互的呼應 然後很優雅流暢當中 我覺得還是很重要的就是一種溫暖的那樣子的質感 也還是要能夠帶出來 那尤其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老師是一個非常誠心跟誠意 很誠懇的一個人 所以我希望說這樣的一部片子要符合老師這樣的一個質地 他的人格 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中文系 他從外主婦到他的老師們傳承給他上下來的 甚至他交下去給他的孩子 就是他是 我也想過說用一些比較花俏的手法 或者是用一些學習老師他在寫作上面的一些策略 比如說像尼古的手法 或者是說像那個Mane那幅畫的用一個鏡子反射的東西 多多少少我在影片裡面也有一點點這樣子的痕跡 但是總的來說我希望他呈現的是一個誠實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他不鋪張華麗的 然後也不花俏的 那另外我想就是也不是咄咄逼人的 因為這樣子才比較符合老師的整個人格的質地 那不曉得這樣子有沒有回答到你 那我想可能也有時間的一個關係 那我覺得老師在1977年寫了一篇文章叫讀中文系的人 那個時候是他應清華大學的校長 那時候是好像還不是校長是文學院院長叫沈君山先生 我想很多應該都有聽過這位先生 然後他去給學很多理工科的人 然後去想說應該要有一點人文的素養 那老師去講了兩堂的講座 那就有人提問說你們學文的 學這些念金石子集的將來有什麼作用 所以老師沒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回答這樣的問題 所以呢他回來之後他寫了這樣的一篇文章 在1977年的5月然後登在聯合報的副刊上面 我相信他有一點要為就是中文系的人平反 那他也希望說中文系的人也能夠昂首擴步的 然後挺起胸膛的向前 所以他也覺得說中文系的人跟其他系的人一樣 那也都是文化洪流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點滴 那我覺得我們40多年後我們還是用這樣的方式 也是希望說給中文系的一些人一些多一點新的期許跟鼓舞 那也希望說要不管怎麼說也要與時俱進吧 不過像老師的期待是這樣 那當然尤其是老師算是一個非典型中文系的人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給中文系的人來說 也可能可以打破或去對中文系的刻板印象 誰說中文系的人就只能夠是那樣子的老學鳥 我覺得這個也是老師透過這樣的東西 也是希望就是給更多的人一些的鼓舞 那我想最後我想用一首老師在尼古那本書裡面 他尼泰戈爾的元丁集裡面的一些文字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那那個裡面的是這樣說的 你是誰啊 讀者 百年後送讀我文章的人 我所寫的玫瑰或許已枯萎 我書中的街道 巫語 人物或許已經消逆無蹤影了 但願你能相信花兒卻曾方美過 街道巫語曾經平整堅實過 而人物也同你一樣喜怒哀樂過 而且請相信我百年前的誠心與誠意 我相信老師寫出來的跟活出來的 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也希望大家從這影片當中 也能夠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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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導演 谢谢